現在的一個資產 都是公務體系出來的 所以在立法院 你們不卑不坑 不需要對 隨著一些 他們的花言在這裡亂舞 我覺得 我還是要給你們鼓勵 那在這裡有幾件事 我還是要請教次長 我想次長 我們從民國78年 把這個政黨法 也可以說是 這個政黨的規範 是規範在我們所有的人團法的組織裡面 那現在為止 我們合法登記的政黨 總共有幾個 296個 296個 好 那去年我們出來參加 有提名公務 就這兩年 包括縣市首長的選舉 包括總統立委的選舉 我們大概提名了 有幾個政黨有提名 一共有25個 其中有18個是有提名不分區立委的 18個有提名不分區立委 有25個有提名 提名各個各級 出來參選到 但是事實上可以領到 這個補助款的大概有幾個 好像就是 中選會有5個 中選會在哪裡 在這邊有 中選會有提供資料 能不能請他出來 來是請 只有5個 所以換計畫講 就是今年是5個 去年 去年完全沒有這個 這部分的問題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 你認為說如果我們對政黨來講 我們有200多個政黨 然後要全部用這樣子的一個規範 或者是我們要讓他們有 出去的條款 你認為合適嗎 我們認為是合適的 你也提出來 包括說我們對小黨的那個門檻 您還是很堅定的 希望是3.5%嗎 這3.5%其實是去年 104年的時候 各黨各派 得一個協商的結果 原來是5%嗎 這個應該是可以代表民意的 原來是5%嗎 原來是5%降到3.5% 降到3.5% 那這一次的這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所以這一次只有 只有幾個政黨 就包括5個政黨 有達到3.5%的門檻 所以包括台聯黨也沒了 但是我要請教 我們現在假設 假設 我們這部政黨話通過了 那麼換句話講 你們在內政部的立場 類似台聯黨這樣子 就必須要解散嗎 他不是要解散 只是他沒有政黨的 這個補助而已 因為他還是持續會提出 候選人來參與選舉 所以就不會符合這個解散的 未來還是一樣 對 那如果我們再把它下修呢 我想這個下修這個 到底是多少為主 我們要有多少個 比較是所謂比較積極 有參與選舉的這個政黨 那其實這個也是各黨各派 有要 未來還是要再去協商 所以我想不管是德國 不管是日本 或者其他的國家 我想都有一個案例在 比我們要低一點 要低 尤其是德國 我想德國當時有 所以有一個綠黨 是不是 所以後來他們在各界的表現 也還算 有一點點樣子 有一點樣子 我們也都看到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應該是我們可以考慮的 第二個 就是在政黨現今的 就是我們整個的資金的來源等等 其實 我們都支持青年政治 我們都非常的支持 但是在我們政黨 政治裡頭 包括說我們對政黨的間諧 每一個人每一年是30萬嘛 對不對 那包括選舉我們也有規範 選舉我們有規範 我們選舉的規範個人是10萬嘛 對不對 然後對政黨呢 也是30萬嘛 也是30萬 那我要請問 今年我們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有許多的候選人 假借很多的募款餐會 甚至於選舉的周邊產物 去做募款的工作 你認為 這會影響整個的青年度嗎 或者我們在這個上面 或者是拿個東西 出來用義賣的方式 而義賣的金額 顯然就比我們政縣的規定 還要高很多 那請問 這個要規範嗎 我覺得就是政黨 還是要開大門走大路 那如果要利用這種 這個法律的空間 去 那我要請中選會也上來 因為今年這個部分 尤其是去年選舉 是非常嚴重 而且非常的氾濫 那請問你中選會 或者是內政部 有任何的舉發的動作嗎 或者有處分的動作嗎 跟委員報告 目前政治獻金法 對於就是 如果是屬於募款參會 那基本上他還是有適用政治獻金法 還是必須要適用 所以今年看到 電視上這麼多的募款參會 你們有主動出擊嗎 或者是地檢署有 華為部有主動出擊嗎 請華為部上來 我想那個 我不知道委員現在在提的是 指哪一個部分的案件 你們電視你們都沒看啊 你們都沒觀看嗎 那你們華為部在做什麼 如果以台南的那個案子的話 因為台南 不只台南 我不會舉個案 因為那個電視每天都在報導 有很多很多的 周邊的 包括募款的 包括義賣的 你們都沒有收集資料嗎 他們大剌剌的 那麼多人在做 你們都沒看到嗎 我想那個 如果地檢署這個檢察官 因為他們那邊 如果有收到相關的請資的話 我想 這個還要請資嗎 是 電視都報導了 還要請資嗎 好 請回 是 所以顯然這個部分是 是沒有去規範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還是要 我們希望在政黨法裡面 明白的規範 包括說 各個候選人 剛才有人提到說 國民黨黨主席的選舉 有人在請吃飯 我想我們也很不屑 我相信那個部分 應該在我們黨內 我們自己都會處理 他們自己是 原來的春節昌會 或者是 他們是 用這個請客的方式 我想我們都 會用 證據來說話 那在這裡 本席要提的是 包括去年選舉 立法委員 在初選的過程當中 很多的行政單位 利用行政資源 包括送禮請客 用縣市政府去做 你們去做 你們有去查嗎 也都沒有去查 這個行政中立法 應該是可以規範這個部分嗎 應該可以規範 其實 我本席也提出過選舉 但是 都 無疾而終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 每一天在這裡講說 我們要青年的政治 我覺得是很可笑的一個行為 所以這個理論上 必須要用行政中立法來處理 所以我希望 我們能不能夠在政黨法裡面 再把這個部分 再把它規範上去 好像我們尊重委員的意見 我們還是可以再把它補足 所以我希望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再把它補足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有關政黨的領導人 或者是副領導人 或者是各級的 也可以說是算是領袖人物 你們認為應不應該在這個規範 這個規範裡面 規範他們的三等親 不可以從事一些 相關政府單位的盈利工作 或者是標案等等 這個我覺得 應該還是要 看看大家的意見 因為我們現在是 政府的各個部門的負責人 或者是總統等等 那你現在要是 他只是一個政黨的負責人 是不是他三等親 都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296個政黨 其實也才只有2、3、4個是比較活躍的 換句話講 你是否支持把關說禁止條款 把它在政黨法裡面錄列 關說的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是可以 可以做程度的討論 可以討論 但是它應該要符合一定的要件 不然的話可能是 你認為一定的要件 你能不能舉例說明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跟一般的人民團體一樣 因為它只是政黨 除非它是執政黨 那執政黨就會有是政府官員的權力 不然的話它只是一般 譬如說它只是宣傳它的理念的 那它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它的這個三等親以內的親戚 可能會對他們是不太公平的 這個我想大家再多討論會更清楚 好 我想這個部分是可以再討論的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在討論這個法案的時候 我還是要重申 我請民進黨的委員 對中國國民黨 不要用污蔑的方式來做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像剛才委員提到說 黃沐昕黨部的以前的主委 所講的話 如果你們把它當作千科 金科玉立 我覺得很遺憾 包括我們都不支持的 所以我們能夠用更寬廣 而且更正面的態度 來處理這些事 我覺得對兩黨競爭 各黨的競爭才會比較有幫助 我想蔡英文主席當選之後 不斷的講和解共生 可是在立法院 大家不斷的用這樣子的語言 在這裡做 也可以說是 仇恨仇恨再仇恨的 這樣子的發言 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那在甚至30秒的時間 我還是要鼓勵 我們所有的公務人員 我想不管怎麼講 事務官必須要繼續下去 這是本來就有的一個 的規定就是這樣 我想政府本來就是不變的 但是我們所有的政務官 我請你們 還是要有風鼓 我們該講的 我們還是要講 該堅持的 我們還是要堅持 我們不受任何的侮辱 在立法院 尤其是在最後的這幾天 我們更希望你們能夠 在未來的政治上 你們只要認為是可行的 請你們大聲疾呼 以上謝謝 主席各位同仁有請次長 請次長 陳委員您好 次長早 內政部